這個不是主鬥燃鬥機的問題 這個是一國屬的問題 如果上年的教會普查 你都能看到 過去五年的香港教會的年輕人 投身得真的很嚴重 你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你報警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不給人救你 你現在報警處理 你不應該想推人 我們已經報警了 你報警你不要再推人了 不公義的地道 公平應該只有地道才有 公平公義命絕十 剛才你說的 五月大會決定了抽籤 但現在的抽籤變了什麼 變了大圍標的抽籤 變了西選的抽籤 變了小圈子的抽籤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經過諮詢 有沒有經過諮詢 拒絕盲目跟從 堅持聖經公義 這裡是 門徒公義 我叫劉日章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眾恩堂 我已經報名 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身為網上媒體 門徒的作者 我在首篇的文章 已經說要放棄特權的實籍 不能夠侍奉上帝 又要侍奉馬門 首先行政長官的選舉 是一個小圈子的選舉 而選委會 其實都是一個選舉的機器 教徒以基督為元首 並不是地上的君王為首 如果明年特首選委 只有建制派的人參選 我實在容忍不到自己投給一個選舉的機器 如果真的投給建制派 我對不起神 對不起人 因為我在不義之中 無法作炎作光 最後我懇請其他 已經報名基督教選委抽籤的人 響認門徒的呼籲 參加黃絲帶行動 一起告訴非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不會淪為選舉機器 助詐為若 多謝 大家好 我是謝詠文 來自宣導會會幕堂 今次我參加基督教選委的抽籤 是為了支持非建制的候選人 因此如果我抽中成為基督教選委 將會提名非建制的候選人 而在投票的時候 我將投下白票 抗議這個小圈子選舉 希望志同道合的你 如果都成為這個基督教選委的話 都可以考慮這樣做 為特權小圈子選舉作背書 現在我們基督教選委這一種的參與 是支持了特權階級 所以我們應該勇於 和無權無票的人同行 在權力和秩序應該要為公義而服務的時候 然後我們基督教選委 應該是捍衛公義 反對小圈子特權 而我們更加不應該為政府去做協調的工具 或者是維持這個政治的特權的工具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定要投白票 我們基督教選委 我們基督教選委 應該率先放棄這些特權 去杯葛今次的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去杯葛這些小圈子選舉 以及我們率先放棄這個特權 透過投白票 亦都避免有政治分贓的嫌疑 我們基督教徒一起努力 去杯葛今次的選舉 去張顯神的公義 我是九龍城浸信會的羅健聰 亦是有份參與基督教界選委抽籤的一份子 一直以來 中央政府都不讓香港人 擁有真正的民主 普選行政象官 繼續以1200人的選委會去選特首 我們更加不應該去參與 這場不公平不公義的小圈子選舉 如果我中籤的話 我是不會參與這次的投票 棄席抗議 我亦都呼籲每一位 如果你們是有機會中籤成為基督教界選委的話 請你們都棄席去反對這場小圈子選舉 拒絕麻木跟叢 堅持聖經公義 今天是門徒公義的第五十六集 我們繼續有我哈維 今晚有David Hello 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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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要先說一說 為什麼呢 平時我們錄音也好 或者我們門徒的祈禱會 或者其他聚會 Logic就永遠禮遲 但有時候聽節目 如果有他做主持的一集 不知道為什麼可能第二節 甚至第三節才會來到 但昨天很早到 因為我終於沒有工作了 我那份工作是臨時的位置 慘了 我忘了去到哪一天 就最後一天了 總之現在就沒有工作了 就是這樣 難怪這麼早來到 我也不想啦 賺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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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以後都一樣早到 總是吧 希望 希望 努力 作為你2017年的目標 其實這節就是講一下我們門徒2017年的目標的會系 為什麼會從一周年開始講起呢 因為其實在昨晚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群同工 大家有一個吃飯的時間 也有些分享 大家有些會顧和展望 也有嘉賓來到 這個就是一個東正教徒 George 珠珊 如果大家之前有留意這個協眾會 那一宗遺標的抽籤都應該有留意的 是啊 被這個協眾會DQ了他的資格 昨晚都在我們當中 大家都度過了一晚 為什麼我們會搞一個一周年的一個慶典 說得這麼快 有一年 其實一方面就是一年時間 我們平時我們做節目 或者我們做網媒的 都很忙的 大家都很忙 很忙 都沒有什麼時間 其實是沒有的 我們每個月都有祈禱會 不過祈禱會都是祈禱 分享 很難得會有些機會 真的很慶典 很難得有些機會 真的是慶典 所以這麼難得一周年 就是這個年底 年頭 所以無論如何都會有一個明目 大家出來聚一下 是的 回顧一下 回顧一下 展望一下 以及大家去感恩 感恩上帝 在過去一年裡面 帶領到我們走到現在 一起感恩 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 第二方面 其實都是希望能夠對外表達一個送息 就是說 我們一年了 我們這個事工是一年了 其實這個意義真的很重要 其實我們很想藉著這個機會 告訴外界 就是我們一個認真 一個持續 以及一個有使命的事工 絕對不是說一群基督徒 大家一起走在一起 玩一下開麥克風 或者玩一下Facebook 或者是出去玩一下 不是這種 就是我們真的很認真地走出來 向上帝侍奉 以及為社會 或者聖經公義的宗旨去奮鬥 去發聲 去發聲 或者去行動 我太太呢 我說一說故事 我太太呢 前幾個月曾經有一天 突然走過來 跟我說 咦 你還在搞門徒啊 我先解釋一下 因為我太太是怎樣呢 她是一個很典型的一種椰粉 她是那些會很乖教會的 她會在教會裡面很積極參與事奉 她會覺得基督徒就不應該接觸政治的 說到我不務正業 真是 你以為你突然間會有感言發的 我也有事奉的 對 我知道你有事奉 你還有一套話劇 大家都有 你是不是想宣傳啊 不是 講一下而已 如果你要講 我開一整集給她講的 不用啊 那我繼續吧 我太太是一個典型的 很乖的基督徒 很接受教會的價值觀 即是說基督徒在教會裡面 不要講政治的 大家和諧的合一就OK的了 所以當去年我剛剛設立這個門徒的時候 大概她就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又見我們說些話 經常批評教會 講政治 批評社會 所以她有一種感覺就是 看看你們什麼時候結束 覺得都不是一個 在她眼中 其實我們不是一個很正式 不是一個很荒謬的事工 但我覺得 我太太其實很代表 某一種大部分現在的圖 一種夜份的圖的想法 我也相信很多現在普遍的圖 看我們其實都是這樣 那個眼光就是覺得 你們都是即興的 或者一時以慶 或者沒有辦法 捱了一年 或者很快就會散 所以為什麼說 這次要去搞一周年的慶典 我們之前也會有報導 我們今天也會開咪 做節目 去大事去說這件事情 不是不單單想告訴他們 我們有多厲害 而是真的很想 很認真 想告訴我們的讀者 告訴我們的聽眾 其實我們真的是 當這是一個很認真的事物 是因為我們是一個呼召 所以大家走出來 是希望這件事情 會持續下去 我們不單止一年 不單止兩年 我們是會持續 為上帝去侍奉下去 所以其實藉著這個 一周年慶典 其實最想就是 向外界表達到 這個順悉 就是這樣 好了 一年 2017年 我們有什麼目標 快點說一下你們 個人有什麼目標 David 你個人有什麼目標 個人有什麼目標 個人不倒業 讀書 你讀了什麼 聽眾 讀教育方面的課程 希望今年順順利畢畢業 下年又轉身工 嗯 OK 轉身工 那Loger 你呢 沒什麼做 當然要找工作做 所以我都報了一個ERB的課程 希望將來就會從事這個 醫療支援人員 哦 我的目標也很清晰 目標也很清晰 又很清晰的目標 祝大家目標早日達成 那你呢 我的目標就是 希望公司可以持續下去 因為年初生意比較淡 其實最淡就是 第一季會最淡的 努力的 所以大家都要努力了 好 一定 講回我們門徒2017年的目標 其實如果講編彩的 節目的 甚至行動方面 其實在12月 我們都在不同的集數 都分別講過 我們編彩的節目 甚至講到 露宿者探訪計劃 一些我們今年想做的事情 以及也正在做 其實現在都已經開了波 正在做 但對於我們來說 2017年 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 是當我們去年10月開始思考的時候 是沒有想到 或者其實 沒有很清楚去思考的 但現在覺得是一個 我們今年需要去回應的 這件事 其實今年我們對於香港的基督徒 或者對於香港的市民來說 尤其是香港的基督徒 至少有三件事是很重要 即是會發生的 第一就是我們新教的 宗教改革的五百周年 即是馬丁路德金 不是馬丁路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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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就是宗教改革的五百周年 很多教會現在都開始講這件事 第二就是 接下來的年底 11月底 10月頭的 這個大型的報導會 主愛臨香港 這個 這個 是 我們之前的節目已經講過 第三件事 就是今年年中 會有新的特首上場 暫時未知誰 暫時未知誰 這三件事 讓我想一下 很難得2017年 一年裏面 有三件這麼重要的事 會同時發生 於是我就在想 我們作為門徒 要怎樣回應 回應的意思 究竟我們怎麼告訴別人 我們怎麼看這些事情 有什麼意義 包括我們透過什麼方法 渠道 或者方式 向我們的讀者 聽眾 去表達我們的想法 理念 還有最重要的是 當我們有了這個想法 我們回應了 做了之後 我們希望接收這個 信息的聽眾 或者讀者 產生什麼效果 產生什麼反應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communication 一個傳送的工作 而這三件事 說的是 一年 今年 今年之內 會同時發生 大事 全部都是大事 所以 其實我在想的時候 我想 不是 當然我們活天編彩 我們節目部 或者 港島的路 所以就是盼訪計劃 我們要持之以行去做 但是 面對這三件這麼重要的事件 將會陸續發生的時候 我也在想 我們要去找一個方法 或者用什麼方式去有效 或者更加廣泛去回應 那種回應的力度 我覺得不是單單 只是做一集的節目 那麼簡單 也不是單單很簡單 寫一兩篇文 去表達我們的想法 也不是那麼簡單 更加不會說 搞一次祈禱會 去回應 那麼簡單 我覺得那件事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這個是 對於全港的基督徒 全港市民 都有那個意義在 我們要告訴別人 究竟我們門徒 是怎樣 對於這三件事的想法 我們覺得應該 信徒 或者香港市民 對於這三件事 其實應該是怎樣看 甚至可以採取什麼行動 但是我也很坦白去說 其實我到這一刻 我還沒想到 究竟應該怎樣去做 怎樣去做 始終這個項目是很大的 我覺得 或者不只是我們 這個門徒的一個單位 可以做到的 可能需要跟不同的人 甚至一些不同的團體 大家一起去合作 看看怎樣去做 所以我都 近日都不斷跟我同工說 就是大家 一定要將它放在祈禱裡面 就是不是說膚顯 就是不是說 你知道說什麼 大家做了幾個圖 做了很久 經常回去就說 好吧 我祈禱紀念 就是這樣 最後不知道有沒有祈禱 對 最後不知道有沒有祈禱 我都是認真的 我們這個祈禱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怎樣做 我暫時還沒想到一個方法出來 但我希望上帝能夠帶領我們 將一些答案 或一些合適的人 去放在我們的面前 讓我們知道 究竟他想我們 在2017年 怎樣去回應他 會是 那有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 好 我說一下 我覺得這三件事 其實都 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本身是信義會 第一個其實已經開始緊 這個活動 從上年已經開始緊 甚至準備好 其實可能再早一兩年 就已經預備緊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是 主愛臨香港 就算是藍少 新特首當然也很影響 我這些都還年輕 他的政策是很影響我 特別是住屋 教育 所以這三天 我自己都 本身都會在自己的祈禱當中 是 好 Roger呢 我 我就 比較專注於主愛臨香港這件事 始終 雖然我就 沒什麼感覺 其實三件事我都沒什麼感覺 好像走運野河 那樣 但是 主愛臨香港這件事 一定會影衰全香港基督徒的名聲 我很肯定 所以 要做些什麼 要做些什麼 其實 其實 也不肯定 但是 肯定要做一些事情 去對抗這個 主愛臨香港的 維穩 的聲音 其實你看看 不單止 主流的教會 建制的教會 會利用這個大型的報道 去達至一些維穩的目的 因為現在 你看到他 總是說明天 就是那種所謂 和諧 合一 避免撕裂 那種 已經是 甚至乎其實 宗教改革五百周年 我想說 主流的教會 他想表現出來的那種 他選擇的角度 想表現出來的送息 都一定會是這樣的 說回 例如 香港浸送會聯會 現在官司前身的 香港浸送會聯會 其實下個月22至24日 他們就會搞一個陪聯會 當然他的規模 或者聲勢 沒有那麼大 始終他只是 浸送會聯會 但他這次浸送會聯會 主題其實就是 宗教改革五百周年 他也看到 咦 是的 今年就是宗教改革五百周年 我們浸送會 也叫做當年 看到 有個位置 我們也要說一下 說什麼呢 他的主題也挺有趣的 他的主題就是 就是我們 開印號 我們 生印號 一個宗教改革以來 仍要跟隨基督的群體 就是這樣 我們暫時不知道究竟 他實際會說什麼 但你也知道 最近幾年 香港經過大熱的戰力 訂磚 很多不同的紛爭 就是說政府那種橫毛毛利 有權用到中 等等 教會也被人批評很多 就是那種 對於不義那種 沉默無聲 甚至助紂違約 對於這個題目 說宗教改革 他只是告訴大家 我們 都是一群 繼續堅持跟隨基督的群體 其實我想 都不用宗教改革 五百周年 講這個題目 其實普通 任何一堂主要學 任何一個崇拜 講這個題目 都可以 說真的 那為什麼 一定要從這個角度去講呢 沒有那麼敏感 沒有那麼 引起那麼多的 差異 沒錯 我覺得主要教會 一定會這樣做 這個題目 這個宗教改革題目 落到他們的手上 就正如 主愛林康剛 落到他們的手上 他們會呈現出來的面貌 都是一個 很有愛的 和平的 包容的 都是這樣的面貌 所以為什麼 我堅持說 我們門徒 一定要呈現一個真實的面貌 就是我們不可以 白白把這個話語權 這個發聲權 拱手相讓 給了現在建制的教會 但我們究竟要講些什麼 怎樣去講 還有 希望聽到的日 會引起什麼效果 這個要想的 這個我們需要去想 但也不是很多時間 因為現在已經是一月了 沒錯 好 這樣也做長了一點 我們第一節先休息一下 先來